北部近期連任大雨 基隆的槓子寮山區道路 昨天晚間發生了大面積的攤防走山 路旁的資源回收場也跟著滑落 讓土石是一路的下滑到公園 還逼近民宅 幸好沒有人員傷亡 而市府也調派人力來搶救 使用了防汛快阻擋土石滑動 也將會調查崩塌原因 從基隆信義區 已經塌陷的槓子寮山區道路 往下看 大面積的土石一路滑落到下方 路旁支援回收場的貨櫃 廢棄物等的物品 也跟著被沖落 從空拍的畫面鳥看 坦塌的面積相當大 市府二三號晚間獲報後 預計派員到場瞭解 推估範圍長度約八十公尺 寬度四十公尺 深度約二十公尺 如果有湯方的話 那個水還有泥土 侵入到民宅 沒有就怕可以玩 會怕說土石如果突然下來的話 那小朋友其實是很危險 因為他們都騎腳踏車到處跑 土石夾雜樹木 一路滑落到下方的轎中公園 土石幾乎吞沒半個籃球場 並且逼近附近的民宅 引發附近居民的恐慌 當地的里長及民袋 也都到場關心災情 表示當地閒少發生這麼嚴重的走山災情 崩塌的這個地方是因為他第一個 他沒有擋土牆 那第二個就是因為上方有這個資源回收場 呼籲民眾在這段時間暫時不要到我們槓子 聊還有我們的教宗公園來運動跟活動 這邊的話以前的話其實是有 但是都是小面積的 並非這麼大的面積 那個時候的話其實都是小塊的 可能落石或之類的 這次的話有可能是因為說 好雨成災 市補23號晚上 除了封閉槓子寮山區的部分道路 24號也調派工程人員搶救 並來防汛快 阻擋土石在滑動 以免危害到附近民宅 市補強調 目前會先施作擋土石 控制在公園內 土光量預估有六萬四千 立方公尺 初估養護工程 需要八個月的時間 至於坍塌起因 是否雨連日大雨 導致邊波滑落 或是水土保持不當的問題 包括市補陣風處 榮委會水保局等單位 都有派員到場瞭解 以釐清發生原因 藉著陳嘉欣 謝正寧 基隆報導